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又是我馮伟光 和大家评论这个政局的时间 今天星期大家最关心的一定是黎智英的保释案 他在12月23日 得到这个高等法院法官李运腾的批准保释之后 整个社会就哗言也都沸沸扬扬 我们国家的人民日报也出了评论 说这个是对香港法治的一个好心的伤害 也提出了这个等同可能法官是对港区国安法有错误的理解 比如说人民日报提到这个不准保释是常态 而保释是例外甚至是门槛很高 所以我会觉得今次终审法院就作出这个决定 可以说是给香港人一个新年礼物 但是它也是一个中间落墨 因为今次它的处理就是说 终审法院是有权处理这些保释的上诉 所以批出的上诉许可 但是对于这个保释的决定 审理就会去到2月1号 所以黎智英是关押到2月1号 所以大家也都不要过分着弱或者开心 对这份所谓新年礼物 因为是有可能在2月1号的时候 是随时中心法院是会判决 那个保释决定其实是合法 不应推翻 这样的时候黎智英就会有机会 是过去分家 是以保释的资深去过这个春节 因为2月12号就是大年初一 这个尾巴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中心法院是做出一个相当聪明的决定 就是可能它觉得时间很闯缺 因为12月23到今天的12月31日 中间有几天圣诞节期 未必能够有机会去详细研究整件事 那为了审讯起见 再加上这个律政司的代表提出就是说 黎智英是一个很重犯的嫌疑人 因为是一个很重要的嫌疑人 他在这个国安法里面 所以甚至等同到既如谋杀犯 是不应该被保释 这样做比喻 所以可能中心法院就是说 那这时候就做一个比较聪明的决定 就是先继续还押 但是就不即时去推翻 或者去审理李永腾的保释决定 是不是真的完全要推翻 或者是合法性 所以变成了黎智英本来 之前根据苏惠德裁判官的 不准保释决定 它是还押到4月的 4月中的 但是现在它是还押到2月1号 就是说理论上 黎智英还有一个寄望 2月1号之后 它是可以回家的 所以这一点是必须要留意 也引出一个理解就是说 引出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去理解的呢 会不会就像人民日报 或者内地的一些评论这样 香港的法官对港区国安法 这个新生的事物 这个新鲜的事物 这个理解还没够深 对于全国人大常委的立法原意 还没没得透切呢 用内地的话说 还没吃得透切呢 所以我会觉得 为了防止 第二天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呢 我希望1月11号 这个中审法院的首席法官 逆税 就是由马杜立退休 变成将其能之后呢 能够出现呢 就是说 这个香港的法院 特别是被指定为国安法的法官呢 应该是优先呢 要去上国情班 去到北京呢 去接受培训 去吃透这个对港区国安法 立法原意的理解 不要再出现呢 李孕腾那个这样的决定 现在法理上呢 在香港的司法界的途径里面呢 你不可以说李孕腾是错的哦 虽然我们作为评论员 就是觉得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啦 前特首兼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正英 就已经指了法官又错了啦 但这是我们评论界的看法 这个不是司法界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留意的 所以因此我会觉得呢 这件事的后续呢 希望在1月11号逆税之后 这个中审法院常任大法官 那换了人之后能够出现呢 就是加强对法官的培训 避免重渡今次李孕腾的覆车 这个就是我对黎智英 用他逐语的捉放吵啊 这个决定就是本来给保释 现在又要重新挤押的情况呢 我希望呢就是香港的法官呢 能够轮班那样 轮次那样去内地那样去接受培训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 也都祝大家呢 新年快乐 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新年假期